我們歡迎林全總院長 現在邀請我們的準行政院院長 我們林全先生來為我們講話 各位媒體朋友 我們今天是第二次的來宣布 未來520之後的行政院的內閣的有關的人士 今天我們主要還是以行政院後續的幾位格員 還有就是相關的開始有一些相關部會來做我們的第二步宣布 那麼第一個我要宣布的就是我們未來行政院的秘書長 陳美玲 陳秘書長 陳秘書長 他是過去在行政院我在行政院做主機長的時候 他是行政院的法規會主委 那時候我就知道他是一個非常認真的法規會主委 那事實上他的經歷還不止這些 他最早是曾經在 我聽說好像在財政部做過 然後接下來是在法務部做過法律事務室的司長 那麼同時在行政院做法規會主委 書院會主委之外 另外也最後是有做到行政院的副秘書長 然後離開行政院之後呢 到臺南市政府做秘書長 那麼他在臺南市政府做秘書長的這個政績啊 其實是我想可能全國都很清楚 做得非常的好 那麼事實上 他得到在過去的五年半 在臺南市政府 他得到賴市長給他非常大的肯定 那麼事實上很多人 認為賴市長的這個五星的這個政績啊 其實跟我們陳秘書長的這個努力重工啊 實際上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那麼我個人認為他在這個不管是在法律啊 這些事務上的選手以及在中央和地方的歷練啊 這些工作未來呢 會在行政院會有很大的幫助之外呢 那我覺得最主要是他人格特色就是他非常負責任 對很多事情呢 他是鉅細米移 都是都能夠盡心盡力做好 那麼這個對我和我的副手林希耀先生來看 那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在經過一段這個思考和諮詢之後呢 我就決定請這個陳秘書長來幫忙 那麼他一開始的時候呢 他是有些遲疑的 因為他告訴我 他對賴市長是有承諾的 所以他並不想要這個破壞這個承諾 那麼我因此也就也就再去拜託賴市長 那麼經過幾番的周折 這個也讓上一次個次我們行政院的內部人士的公佈的時候 讓我們的秘書長從缺 也就是因為這件事情還沒有擺定 那麼最後終於是非常感謝就是賴市長的成全 讓這個陳秘書長能夠到行政院來繼續幫忙 那當然賴市長也跟我說他說他覺得從整體的團隊來看 人才是應該為國家所用 所以他也願意割捨 那麼我也非常感謝我們陳秘書長 他也願意毅然的來加入我們未來的這個新政府的 520之後的政府的陣營 那我想未來行政院不管是院長副院長或者秘書長 其實是三位都是一體的 也就是說我們之間的工作是彼此互相分工互相合作 沒有說是一定要誰做哪一項工作 做不好的大家來一起來幫忙來做 誰能做的我們就多做 我們絕對是一個完全密切合作的一個分工和互補 做到最好的一個團隊 那麼秘書長除了能夠幫助院長副院長的一些這個政務之外 那麼當然他的一個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他就是行政的一個大總管 不管是院內院外的事務 那麼他都要都會在第一線來承擔 所以我想這未來的工作是非常的吃重 那我在非常在這邊也非常感謝他願意挑起這個重擔 來一起來努力 謝謝秘書長 謝謝 謝謝院長 謝謝 謝謝 那麽 第二位我要介紹的是這個行政院的這個公共工程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兼政務委員 是我们的高雄 目前是高雄市的副市长 吴洪谋 吴副市长 那么 吴副市长 他的特色就是 他从 这个长期以来 几乎是长期以来 他从高雄市政府的一个最基层 一路工作上来 那么在高雄市政府担任公务局的 下水道的工程处长 到公务局的副局长 到局长 到高雄市政府的秘书长 到今天的副市长 所以他的特色就是 高雄高雄高雄 然后地方地方地方 那么而且他是从他的专业 就是公共工程 一直到最后呢 做到一个高雄市的副市长 那么他的能力 是备受我们陈局陈市长的肯定 那么当然了 在这边我也非常感谢 我们陈局长的 陈市长的这个成全 让我们的这个吴副市长 愿意也可以 这个来这边 这个加入我们520之后的政府 来一起来推动 未来的公共工作 未来公共工程的一些工作 那么高雄市政府 其实在各位如果有去高雄 也可以了解 看得到高雄市政府 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 有感到这个市容 其实是非常的不一样 跟以前不一样 那么他有很多工程 是给人感觉的非常的惊艳 那么让市民也感觉的非常好 同时在国际间 有些这个工程建设 也是认为是非常不错 所以我想未来 我们也希望借助 这个吴主任委员的这些经验 能够帮我们的 这个未来的一些公共工程 景观的建设建筑等等 能够有一个品质的提升 那么我们不只要借用 他的工程专业和经验 来提升这个未来 这个政府的公共工程的品质 同时我也了解 就是我们政府过去的采购法 因为对于一些 特别是有关软体的一些 这个采购 其实是在今天采购法 是没有办法做一个适当处理 那么这个始终是政府部门的 一个很大的困扰 那我希望未来的这些 招标和采购的制度 也能够在我们的 工程委员会 主任委员的这个 带领下能够做一些改变 让未来的政府的采购 更有弹性 同时也能够确保 政府采购的品质 和它的这个竞争 让未来的公共工程 能够 它的推动都能够顺利 这是我想我们共同的目标 也希望我们未来一起来努力 谢谢 谢谢副市长 谢谢 第三位我要介绍的是 我们的行政院政务委员 就是兼国家发展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陈天芝 陈教授 我们陈天芝 陈教授最近在媒体上 好像受到不少的关注 所以我今天的介绍会稍微长一点 陈教授他是 在过去在台大和中华经济研究院 有很长一段工作的经验 我跟陈教授的认识是在中华经济研究院 我们有一段共识的期间 不管他在台大和中经院 他的工作都充分显示 他在理论和实务上 有一定的专业程度 是事实上受到我们这个领域 非常大的重视和尊敬 同时陈老师陈教授 他的在后来的这些 参与一些行政工作 他的展现出来的领导力 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那么我个人跟陈教授的接触 也认为他在很多事情的观点上 看法上都是有非常好的格局 同时他的分析是非常清晰的 这是我觉得他适合未来 来进入我们政府团队的主要原因 那么我想最近这几天 我也注意到媒体对陈教授 有一些评语 那么主要是包含像ACPA等等等等 我想我待会有机会 我会再跟各位来做一些说明 那我在这边先特别来叙述一下 陈教授过去因为有这些争议 所以可以牵扯到一些蓝绿的看法 我在这边特别做一些说明 那第一个就是陈教授 他在2003年3月份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陈水扁总统 他任总统的时候 有邀请肖万长先生 担任中华经济研究院董事长 那么在2003年3月的时候 那么因为中华经济研究院没有一个 Full Time的院长 让中华经济研究院其实在经营上是有些困难 同时中华在那几年 因为财务方面的困难 以及点点等等 其实在走 讲不好听在走下坡 所以那时候肖董事长 他有来问我 因为我是那边的董事 有问我说他现在需要一个院长 是不是可以让我来帮忙推荐 因为我在中华工作一段时间 对中华有一些了解 那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陈天志教授 为什么呢 因为他那时候我在中华的时候 他在第二所也就国际贸易所 担任这个副所长的工作 我对他的表现印象非常深刻 我觉得以他的经验 对中华经济研究院的了解 以及他在做事的这个能力 他是可以解决中华经济研究院当时的困难 所以我就推荐给肖万长 肖总长 那么肖总长用了他之后呢 其实是非常满意的 他在一年之后跟我讲说 感谢我能够推荐这样一个好一个院长 让中华经济研究院终于看到了改变 那么是什么改变呢 其实我就主要是 因为当时呢 陈教授来的时候呢 第一个他是为了解决财务问题 他第一个自己先减薪 然后呢 他重新建立一个 绩效评估的制度 让中华经济研究院今天的这个同仁呢 能够因为工作表现好 努力的话呢 能够薪酬就会比较 就会增加 但是呢 这个就会有一个激励的效果 让中华呢 也有动机呢 去从对外去接受 一些好的研究计划案子 所以这个对中华经济研究院今天 奠定了今天发展的一个基础 让他今天找人也变得比以前容易很多 所以我想陈教授在当时的改革呢 其实是令很多人是有印象深刻的 那么我特别要讲的是说 陈教授他愿意来中华经济研究院 其实我也注意到 当时呢 其实我们找院长是不容易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台大戒调到中华 是连知识要停下来的 所以陈教授来这边呢 他的台大连知识要停的 但是他一句话都没讲 他就做了这件事情 我事后才知道连知识要停下来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因为肖总长对他的赏识 所以能在这个 后来这个 这个肖总长接受 陈水扁总统担任 总统府经济顾问小组造计人的时候 也就请陈天之院长当时去做 经济小组造计人的执行秘书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后来肖万长先生当了 这个2008年之后 作为副总统的时候呢 也就推荐他进入了当时的 这个也就是说 所谓马政府的这个内阁 担任经济会的主委 我记得那时候 我在报上媒体上也看到很多人 对陈教授的批评 说他根本就是扁朝的官员 为什么要进入马政府 那批评的事实上是非常的不好听 那时候我就为他教区 我觉得他是一个专业的人士 其实是没有 工作是没有分蓝绿的 那么 这次呢 我来筹组这个内阁的时候呢 我也想到国发会的工作 实在是非常的艰巨 一定要有一个有能力 有经验而且有格局的人 而且呢 我们也知道蔡总统 其实他的这个政见中间 有很多都是跟经济发展有关的 那么他需要有一个人 能够帮这些政策呢 来做一个检视 同时呢来强力的推动 那么这个人的视野一定要够 所以呢我就想到了 陈天之教授 请他能够来帮忙 他当时给我第一个回应是 认为他觉得他有困难 第一个他已经做过这个工作 第二个呢 他觉得在这个过去 因为他在马政府做过事之后呢 他再来的话呢 恐怕到立法院蓝绿的立委 对他都会不谅解 会有批评 那么我当时是跟他讲说 不会 第一个呢 现在政府用人呢 是不分党派嘛 蔡主席讲的 不分党派 所以我们用人呢 就绝对不会考虑蓝绿 第二个呢 只要有立法院呢 有任何的困难 我都乐意 尽力帮他疏通 那么 所以呢 我也跟他讲说 还是要请他帮忙 因为是老朋友 请他务必要帮忙 无论如何都要帮忙 他说他有在考虑 我说考虑可以 但是答案一定要是yes 可以说yes 但是 但是不能说no 那么他跟我讲说 他要出国一趟 回国之后跟我讲 回国之后呢 他给我的回话是好 他愿意接受 我这个邀请 那么我是非常高兴 但是呢 过了两天之后呢 我从另外一位朋友知道 陈教授来这边呢 他的损失 跟我差不多大 因为他担任了好几家公司的 独立董事 或者外部董事 所以我想损失 也许有在千万左右了 那么可是陈教授 在答应这个事情之前 从来没跟我讲一句话 说他有这些损失 所以我觉得他实在是一个 非常没有私心的人 那么后来我就跟他讲说 那我们要发布消息 他说要去跟学校先办 要去办戒调 所以要到学校去办戒调 但是呢 因为消息发布之后才能办 但是他要先去问人 是有关戒调的工作的问题 我说戒调 我说你就退休就好了 他说不行 因为他连资被耽搁了 他还有三个月才能退休 所以他为了这工作 他还有三个月 他才能退休 他也只好再放弃 他退休计划 我讲这个主要的意思是说 我觉得陈教授是一个 没有私心的人 而且是为了这个 公共政策的理想 他是这样的努力 是希望实现这个理想 那么同时呢 他也可以预见 他这个过去的一些经历 可能会受到的一些外界的一些批评 但是呢 他愿意放弃收入 高收入 愿意放弃退休 退休计划来接受这个邀请 我觉得他个人的意气 和这个对公共事务的热忱 值得我感动和佩服 那么同时我觉得 也对他有点抱歉 那么我想外界对陈教授的批评 其实我这几天看了 心里是很不舒服 很难过的 那么当然我也知道 有些人是善意的 不是恶意的 可是我还是觉得 这个事情呢 对他来说 对我来看 我觉得对他有非常大的抱歉 那我也期待 希望呢 外界对他过去的这些批评呢 能够到今天为止 不要再有了 那么今后的批评呢 应该是以 未来的工作表现 作为我们着眼点来看 我想一个公共人物 公众人物 应该要有 接受批评的准备 可是我们是希望 以未来的工作 作为重点 那么未来的中华 未来的这个国发会 我希望它是一个大的国发会 就是不是一个小的国发会 小的国发会 我想陈教授也曾经跟我讲过 他觉得 以前经验会开会啊 就是越开会来的 以前都是最早是部会首长嘛 后来次长 后来局长 甚至于以后来的都科长 那其实表示经验会的重视度是不够 那我想未来呢 我一定会让国发会呢 他变成行政的一个最大的幕僚 幕僚机构 那么帮行政去解决很多问题 那么我希望他的决策 是神秘的 是周延的 同时他所决定的事情 是有权威的 对不起 我希望未来的国发会 是对我有这样一个帮助 那我也期待 我和陈教授 我们一起来努力 把这个工作做好 那也希望大家给予我们最多的支持 谢谢 好 抱歉 那么接下来我要来介绍的是 我们的法务部的部长 邱泰山 邱副市长 好 谢谢 我们泰山兄啊 来到这边啊 我当然也要赶快先来感谢一下 我们郑市长 愿意割爱 邱副市长 他是过去的经历 实际上是非常的非常的多 那么他做过检察官 做过律师 当过律师公会的理事长 当过立法委员 又做过陆委会的副主委 高雄市的副市长 陶渊市的副市长 然后又在大学里面当过教授兼系主任 所以他的资历非常完整 他还差一点点是 我在行事 在财政部当部长的时候 有一度想请他来做次长 结果失之交臂 被别人抢走了 那么 泰山兄跟我其实是非常熟悉 我们有很多时候都有机会来讨论问题 那么他是一个让我来感觉 他有非常好的法学的训练和素养 那么同时在司法圈的这个实务经验 也非常的够 那么另外呢 他在不管是在陆委会 在高雄市和桃园市 这个任职的时候 他的行政能力 和中央和地方事务协调的这个能力 他都非常的好 那么所以 而且他个性是非常稳健的 那么所以我觉得他来担任 未来的这个法务部长 是一定是非常称职的 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 未来的法务部有很多的 这个挑战性的工作 不只是包含 朝部应该做的 有关打击犯罪 伸张正义方面的事情 特别是我们还有未来的 司法改革的推动 还有转型正义的推动 这个部分都要借重 我们邱泰山 邱部长的这个 相关的这些知识和帮忙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知道 司法改革 是人民社会大众的一个 非常深的一个期待 那么这一部分 要如何回忆民意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 有关行政部门的 这个封击的这个端正 或者是让我们的 这个政府的青年 要能够维持 那这些也是司法部门 也就是未来法务部的 一个工作之一 我相信他在这些方面呢 都有一些想法 而且是成熟 稳健 可行的 那么我也期待了 未来呢 我们有一些 很好的 这个互相的合作 还帮忙呢 让法务部的工作 能够发挥到 它最大的功能 让社会大众能够感受到 我们的司法服务 是满意的 是进步的 这点我们也期待 大家互相勉励 谢谢 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 哦 这个不行 好 谢谢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 我们环保署的署长 李应援 李卫元 谢谢 李委员 是我们的未来的李署长 他个人是学公共卫生的 那么他过去的经历 也是非常的完整 有担任过立法委员 有做过驻美的代表 有做过刑事院的秘书长 政务委员 同时也在老委会 担任过主任委员 也担任过副县长 那么所以他在中央地方的 这个工作啊 其实资历是非常的完整 那么同时呢 他在立法院呢 也担任过 卫环委员会的这个招委 所以长期以来 他在这个公共卫生方面的 投入 以及在环保方面的投入 其实都是有目共睹的 那么我们也了解了 就是这几年 台湾的这个环保议题 是受到社会的瞩目 不只是因为社会大众 对于台湾的环境品质的要求 是在提高 希望我们这个环境品质呢 能够改善 再一方面呢 我们也看到这些 社会增加的这些要求呢 对于我们现在的一些 经济发展的一些制度呢 显然是有一些干戈和冲突 因此也造成了 环保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 和矛盾呢 变得比较大 那么我想呢 未来的这个 要解决这些问题呢 也需要有一个非常擅长于沟通协调 而且互相能够 够这个 就是能够去考虑到一些事情 比较周延的 这样的一些 一个人来领导环保署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 我来拜托 李议员李委员 来这个环保署 来负责有关环保署的业务 当然他的工作呢 也需要其他人来一起配合 但我相信呢 那未来这个 社会上因为对环保标准的要求 越来越多 环保署在这方面呢 是必须要有一个 更严谨 而且是更高标准的一些要求 但是这些要求呢 如何能够付诸于实施 让社会的运转 不会发生困难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那么我相信呢 李署长 未来在这方面呢 是可以把这工作做好的 所以我跟他 这个拜托 请他来这边 他说我让他的立法委员 比较看起来是比 这个应该是舒服的工作 结束了 那么我说对的 这个好日子应该结束了 希望他能够 在未来这段时间呢 我们一起来努力 把我们台湾经济发展 和环保冲突上 一个很大的挑战呢 我们来一起克服 为台湾的未来 建立一个更好的 更进步的制度 来解决 这个我们社会上的冲突 这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谢谢 接下来是介绍 也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 就是我们的农业 农业委员会 我们的未来主任委员 曹启鸿 曹县长 好谢谢 曹县长我想各位应该也不陌生 他是过去 他是曾经是在学校里面 做过这个学校老师教务主任 然后做民意代表 这个审议员立法委员 一直到屏东 两任的屏东县长 那么曹县长这个 因为在屏东 担任县长的这个经历 所以对农业的议题 是非常的熟悉 同时呢 他是一个有想法 而且有这个工作热忱 还有理想抱负的 这样一个县长 所以呢 我们多次智库的一些农业方面的议题 也曾经也请他来讨论 那么县长在这方面的 这个看法和观点呢 其实跟我们的智库的其他学者 也有很好的一些 这个 就是很好的互动 那么所以我们觉得曹县长 他因为从这个县长的经历 让他深深知道地方的民意 和一些需求 同时呢 他对做他的这个处理事情的稳健度 都是够的 那么但是我们的台湾的农业 是需要转型 需要升级 同时要有需要以特色品质 来提升我们的农业竞争力 那这些做法里面 都要很多突破性的一些 制度性的改变 那这些改变一定要有一个有声望 同时要让社会大众信赖的 一个领导者 来跟社会大众沟通 特别是跟农民来做沟通 那么这个工作呢 当然是落在朝鲜的身上 是非常适合 因为他是在两任县长任内 他是非常得到人民的信赖 同时呢 他的这个执政的县呢 屏东县呢 也就是一个农业大县 所以以他来从事农业的改革 让农业重新振兴 他是最有人力 最有动能的 这是我们选到 曹县长希望他来帮忙的原因 那么非常感谢 县长这个很愿意承担 这样一个未来的责任 那么我也期待了 未来呢 我们能够呢 一起把台湾的农业现代化 做一个共同的目标来努力 毕竟在我们蔡主席 未来的蔡总统 他的选举政见里面呢 农业的现代化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他的政见主张 那这里面有牵涉到 好多好多制度改革 那么我们想 这些工作重担呢 也就只好麻烦我们曹县长 未来的曹主任委员 谢谢 好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 我们的劳动部的部长 也就现在的劳动部次长 郭芳玉 郭次长 郭部长他 他的过去的资历 其实在接任劳动部长 我想是应该是 值得我们社会大众感到肯定 而且高兴的 因为他曾经在电信工会 担任过总干事 做过全国总工会的 这个处长 副秘书长 那么同时他也做过名义代表 那么另外呢 他在劳保局做过总经理 在职业训练局 做过局长 那么现在是劳动部的次长 那么他对 第一个他对劳工的行政 这个部分呢 是十分的熟悉 所以他不会有调试的问题 那么同时他对于 大家关心的联金 劳动法令的改革 低薪的问题呢 他也长期有接触 那么他因为也在工会 有工作的经验 所以对跟工会的沟通 还了解 也有相当程度的 这个熟悉度 那么和信任度 所以我们希望呢 由郭部长来领解 能够同时呢 找到这个几位呢 也能够跟相关的团体 和社会人士 一起沟通的 这个次长 然后我们把这个 未来劳动部所面对的 我们看到的 这些日益升高的一些 要保障劳工权益 同时要能够让 我们的劳工的工作品质 也能够提升 让劳工的权益 跟这个企业之间的 这个发展之间 也能够得到一个 适当的协调 这样一个挑战性的工作呢 能够做好 所以我期待呢 未来呢 我们的郭部长 也能够在这方面呢 一起跟我们合作 来努力 谢谢 好 我介绍了我们七位内阁的 新的阁员之外呢 另外我要宣布 就是我有几位 已经确定的次长人选 那么这个次长人选是 原则上呢 我们是都是跟 也就是宣布的这个部长 我们会跟他 请他提或尊重他 原上都要尊重他想法 或者其他提 最后就由他来决定 不过也许我们会提供一些人选 也给他参考 那么所以这个过程 是比较缓慢的 但是现在只要有的 我们都会陆陆续续 来跟各位各界来发布 那边是 因为是个时间的问题 我们就不再请他们 一一到现场 我在这边做一些 很简单的介绍 那么今天我要公布的是 第一个就是我们上次 这个我们宣布的 那个卫福部的部长 林骤炎林部长 那么他已经提供给我 就是未来的卫福部的 他有两位政务次长 他其中一位政务次长 他已经告诉我了 是台湾大学的 社会系的教授 吕宝敬 吕教授 那么吕教授 他长期以来是 担任这个 曾经有 就是 有做过行政院的 有关这个长照的一些推动 或者老人教育的一些推动工作 所以对老人福利方面 是有相当程度了解 那么他自己又在是 又是教师 又在是台大社会学系 在教这方面的这个 这些课程 所以我们认为 他对长照制度掌握 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我们在卫福部的工作 是很多的 那么林部长 他的专长不在长照 所以他需要一个长照的次长 来帮他去处理 我们这个越来长照的工作 那么所以这是我们请吕教授 来担任卫福部次长的一个原因 那么另外呢 就是国发会 国发会 我们跟这个陈天之 陈教授也谈了一下 就是国发会的这个副主委 一共现在有两位政务副主委 那么其中一位呢 陈教授已经确认 就是跟我们讲 就是请这个 目前这个台湾经济研究院的 这个副院长 龚明星 龚副院长担任这个 国发会的政务副主委 那么龚副院长是这个 台湾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 同时呢 也是这个 在经济部也担任很多顾问的工作 那么 他也是 这个经济会的咨询委员 担任过 经济会咨询委员 特别是他在我们的智库呢 长期来 有很多 这个工作呢 都是请他来帮忙 所以他对 我们过去的经济发展的一些策略 所谓经济发展新模式 其实有相当程度了解 那这部分呢 这个 所以我们陈天之 陈教授 他认为呢 如果能够请 明星 龚副院长 跟他一起来搭配 那么对于未来的很多政策 会有更多的 会更容易 彼此能够互相的 这个 帮忙呢 把这个工作做好 那么当然 这个国发会还许有另外一位政务副主委 那这部分呢 就麻烦 也拜托 我们陈天之 陈主任委员呢 再帮我们 再来去 寻找确认 这是有关 国发会的部分 那么 再过来就是环保署 环保署 我们除了这个 李英元 李部 李署长之外呢 那我们也跟李署长 有共同商量之后呢 那李署长 跟我们共同的决议呢 就是 请这个 这个 目前的这个 詹顺贵律师 来担任 这个环保署的副署长 那么 詹顺贵律师 我想在环保界 大概都很了解 就是他是专门跟政府打官司的 那么 我想他对环保团体的问题 是有相当程度了解 那么我也有 其实我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智库也请他来 做过几次演讲 那我主要的议题 就是问他说 如果说是 一个 这个环境影响评估案 如果做了很多连的话 那个 那个是 对投资人来看 那个不确定风险性太大 所以应该是 环境影响评估过就过 不过就不过嘛 那应该尽快 如何把这个时程能够缩短 这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环境影响评估 那么如果说是大部分都不过 那只有一小部分过 这个社会上一定有压力 所以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问题 要能够去解决 那他也提了几个很重要的观点 比如讲说如果一开始的选址错误 那后面就会花很长时间 拖很久 这都是不对的 所以他也认为了环保的这个改革 其实有短期长期的一些问题要解决 那我觉得他想法 其实是能够跟环保团体沟通 也能够对我们的制度有帮助 所以我们的理所长 他也很高兴 有这个战岁贵来律师来跟他一起合作 希望把环保和经济发展的冲突 能够顺利的把它降到最低 这是我们战岁贵律师来这边 我们期待他跟理所长一起合作的 这个工作和挑战 还有一位是这个农委会的这个副主委 是我们中心大学的陈吉仲陈教授 那么陈吉仲陈教授 他这个在我们智库也工作了很久 那么对这个为台湾的新农业发展 其实有相当程度了解 那么我们曹启宏 曹副主委跟他的这个搭配 其实是在智库时代就有的 所以他很高兴啊 就是能够找到陈吉仲陈教授 一起来合作 那么陈教授也同意了 所以我想他们会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搭配 希望在他们的努力下呢 能够把台湾的这个新农业的发展呢 能够走出来一个新的局面出来 我想我们这几位 刚才我们提到这几位的次长或者副主委呢 政务的次长或副主委都是年轻的新面孔 那么他们其实都是 讲起来也是有相当程度历练的 不过我们觉得 他要到一个部会去呢 因为台湾的这个整个目前的政治状况 其实我们政务官的培养的这个机会是比较少的 所以我们希望他们在这个次长 或者副主委的这个任内呢 能够有一个历练之后呢 将来能够承担更多的更重要的责任 这也是我想作为一个政府 我们了解到 这个社会需要进步 要新陈代谢 我们也需要年轻的人 更多的人出来 能够带动我们社会进步 这也是我们对几位新任的市长 和这个副主委的一些期待 那么我想 我们未来还会 陆陆续续还有一些人事的宣布 那么今天的这个部分呢 我就到这边结束 请不吝点赞订阅